生育能力跟癌症的治療 这两重的压力 会成为我们年轻朋友 在罹患癌症的时候 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的 生殖医学中心的医师们 来跟我们一起探讨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的主任 陈启皇陈主任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卢伯佳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泌尿外科的 戴定恩戴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泌尿外科 戴定恩戴医师 现在的离癌患者 不仅年轻化 而且女性的话乳癌居多 那男性的话也有一些肿瘤 那它可能包括泌尿方面的 或是包括一些淋巴癌等等的 这些很多肿瘤 它可能它做化疗的时候 会伤害到精子 那所以他们需要再伤害到 造精的这个精子或睾丸 这些可能的考虑 这些配置都需要做一些 适度的保护跟一些咨询 当一个病患 年轻的男性 在生育年纪的男性 可能20到40岁 当他诊断癌症之后呢 他开始会出现生理上的变化 心理上也会有 可能会忧郁啊紧张这些 光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变化 就对他生育功能 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接下来下一步的手术呢 虽然手术的部位 可能不一定是在我们的生殖系统 可能是在我的脑部或是我们的后腹腔 那这都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造精的功能 另外像化疗打下去 其实是全生性作用的 对于正在分裂中的细胞 像是癌细胞 它就是一个快速分裂细胞 它会破坏这种细胞 我们的精子的话 它事实上也是造精功能 它也是快速分裂 也会受到化疗的影响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睾丸 也就是我们制造精子的地方 它本身呢是放射线非常 对放射线非常敏感的 做放射线治疗的时候呢 其实会虽然针对的地方 不是我们的睾丸 但是事实上会伤害到 睾丸的造精功能 如果是以女性朋友为例的话 像是一些 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 像是卵巢癌 子宫颈癌 或者是子宫癌 这些都会影响到 女性的 直接影响到 女性生殖器官的健康 那就会影响到 它后续的生育功能 那另外像是乳癌的话 它有一些基因 像是BRACA1 这种它有可能 跟一些卵巢早衰有关系 所以这些其实都有可能 再加上如果它后续转移的话 可能对于这个女性生殖的影响力 伤害是更大的 那像刚刚大医师提到的 这些癌症的治疗 就除了癌症本身以外 然后我们进行的这些癌症治疗 包括这个化学治疗 然后伤色线治疗 或是我们直接手术 譬如说切除卵巢子宫 这一定是对女生的 生育能力有伤害的 当你一发现诊断的时候 有一个假设它还是在生育年龄的 不管它要不要生 你必须让它有知的权利 你让它知给不知的差别很大 因为毕竟不是一般人就会关心 癌症患者生什么 生不生的问题 肿瘤的升职是您所领导的中心里面的一部分 那底下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是为了肿瘤升职成立的团队 是 基本上在台北医学大学复生院 邱中峰院长的大力推广下 那我们确实建立了很好的跨团队的一个定期的会议以外 也确实付出执行 那刚好个人的研究18年来都是在做这一块 所以有点像谷底翻身的感觉 当年做这一块的研究是觉得它是有未来 那未来是说有一天会被受众的事 那我们在这一块的领域上来讲 其实要在做四管一额以外 它是更难的一个思考 因为它来的时候可能是很紧急的 那不像四管一额它可以说我下个月好不好 我后半年再好 那所以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来得可能很快速 那你要在过程中要让一个人很快去接受 我要癌症治疗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上本身就是要我们自己的知识 要给它充分的感动 或让它觉得有些重要 甚至让它家属都觉得说那是很有必要性的 年轻的朋友 您正在犹豫不管是不是健康 你在犹豫 这个过程好像蛮辛苦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是北一副一的生殖中心的成果展 一部分我想这个影片看完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辛苦是值得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系列的体系 自己旁边的ув站 我们下屺就行 这个节目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从这个影片可以看出 陈族人跟整个团队的这种 真的很有成就感 很快乐的表情 我想贵中心真的生了很多小孩了 跟我们上一分钟 跟我们简短分享 您觉得你印象深刻的爱你 好 那就今天的主题来讲好了 有一位36岁女性 她得了第二期乳癌 经过我们的紧急动乱 我们给她娶了15颗卵 因为她结婚 所以当时给她受亲以后 有八个胚胎 三年后 她在历经过化疗电疗之后 没有复发的风险 乳癌科医师放她回来 我们给她纸回去 然后在2021年就成功活产 完全正常 所以她不仅找回了家庭尊严 也拥有了自己 可爱的小孩 我想这次应该很值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